国立华联高农17号欢喜云街创校100周年的校庆大会 历届校长、校友及地方各界人士数百人齐聚一堂 同声庆祝全国第一所农林学校建校100岁生日快乐 国立华联高农17号欢喜云街创校100周年校庆大会 历届校长、校友及地方各界人士数百人齐聚一堂 校长梁宇成表示 花农创校百年寒暑在历任校长及全体同仁、同心协力耕耘之下 有辉煌教育绩效 也为国家培育不少农业技术人才 校方也安排了校园巡礼、植树 还有新建餐饮管理科和校使馆的接牌活动 邀请大家见证着花农一路走来的转变 这东西组到今年总共有40年的历史 那这个空间本来是支援我们之前我们餐饮科的一个施行旅馆 那因为整个我们部里面整个相关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地上的一个变革 所以后来这个空间那个整个他的一个运用的程度就越来越爽 那承担一个100年的校庆的一个校长 那他也是一直在往前 那我身为校委会理长 我当然也要跟他一同来努力 那我想校使馆就是以后我们校委会的所有的学长姐的家 那念华也会在这边准备很好喝的咖啡 然后准备很好的一些食材 那有机会大家就可以来这边坐坐 那就是我们的娘家 欢迎大家以后有空回到娘家 其中第八届毕业的老学长黄德忠 也参加了百年校庆活动 细数满满的回忆 很棒 很好 在校长 那个两个校长 年长事项 改变很大 学校同学也以园游会设谈方式来迎接校庆 校园内充满了欢乐气氛 大家同声庆祝全国第一所农林学校建校100岁生日快乐 借刘明圣花脸时报道